我觉得中国大陆会推对外关系法 就觉得美国反反复复 比如说布林肯才刚离开中国大陆 那隔天我们就看到美国的海警船 又进入台湾海峡 然后拜登指称习近平是独裁者 然后又看到美国要对中国的人工智能 公司私募基金不得投资 然后今天又传出美国跟荷兰 对半导体的制程设备要做禁售 通通都没有停 那我不知道你布林肯去中国大陆干什么 你去中国大陆不就是希望 能够增加合作的可能性吗 不然你去干嘛 而且我列出这四项都是 布林肯离开中国之后发生的事情 差不多一个礼拜内就发生这么多事情 那拜登也无意收回 他说独裁者 然后布林肯也呼应说拜登讲的没有错 就这样啊 整个氛围就是这样 然后叶伦又在那边叫了 说哎呀我要去中国啊 我要见何立峰啊 目前整个氛围就是这样嘛 乱七八糟 所以中国大陆当然没空跟你玩这些嘛 所以这个法坦白讲我也有点意外了 因为很少国家会这样做了 就把它建国以来的外交的主要的准则 通通都把它收 收进这个法里面 而且是人大通过的法 就表示说 这不是一个什么习近平啊 或者秦刚啊 王毅啊 不是因个人而变的 这个就是根本大法 除非人大再来修 那事实上中国大陆一旦通过这种法 事实上变得几率非常低了 比如说他把和平共处五原则纳入了 然后那三个倡议了 安全发展文明三大倡议都纳入了 一带一路也写进去了 坚持对外改革开放也写进去了 一个中国也写进去了 然后 然后那个基于联合国嘛 然后国际法嘛 联合国宪章嘛 来处理国际的事务 还有坚持多边组织 通通都写进去了 所以我觉得他大概就是已经不去甩 反反复复的美国了 他要的就是 我就是写在这里面 我就是要这样做外交 那你如果认为我 你可以认同这样的原则 那我们就来谈实际的事情 就大家一起共赢嘛 共利嘛 一起往前走嘛 那不要在那边玩政治 对 他实在是烦不胜烦 所以 我觉得这个就是做事情的方法啦 你就看到 因为我们也在观察美国对外政策 到底是要干嘛 坦白讲连我都搞不清楚 美国到底要干嘛 应该是说我搞不清楚拜登到底要干嘛 那这个就是美国的问题啦 因为拜登就是一个 始终拿不定主意 犹豫不决 然后一下东一下西的一个领导人 对啊 坦白讲川普还比较一致啦 知道川普要干嘛 我现在真的搞不清楚拜登要干嘛 我只是感觉到 我知道布林肯回美国受到很大压力 共和党觉得他太弱 那觉得布林肯非常无能 你既然去美 去中国大陆 忍入负重的半天 听习近平训话半个小时 竟然连军方恢复对话交流 你都拿不到 所以我是觉得他是选举的压力啦 所以又转到强硬的调子这样 好 赖老师 这部法律不能小看 中国大陆的对外关系法不能小看 7月1号就是明天马上要实施了 其实我比大家看重的是第六条跟第八条 第六条跟第八条里面有规范 就是说所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 企业 组织 也包括机关 学校 团体 地方政府 中央政府 还有政府的各个部门 再强调包括所有的企业 还有公民 还有公民 再强调这一点 那也就任何一个国家 只要他去侵犯到中国的国家的主权 还有国家的荣誉 尊严 利益等等 那每一个国家的对外的行为 所有的人都必须要有责任 也有义务 要维护国家的主权 安全 荣誉 尊严 利益等五项 那各位 这个难道不也就是在提醒 例如说您记不记得刚开始 川普要发动对中国大陆的贸易战 那时候政要发动 开始提高关税 一直提 中国开始跟他对抗 这是国一国之间的外交关系了 那大陆有一个很大的企业的一个老板 突然间就跑去美国 然后去建了川普到白宫去 然后说我要提供给你多少就业机会 那类似这种行为 也就是说有损害中国的国家利益 有损害中国的国家尊严跟荣誉 还有国家安全的 那这些以后都要处罚 法律上规范了 所以当如果荷兰 假设有一天荷兰 他今天说我关科技 不卖你中国大陆了 7月1号开始 不卖你中国大陆 然后大陆有一些厂商 假设就 中国大陆现在要开始跟荷兰 要开始你今天是伤害到 我的国家发展利益了 那我要开始跟你对抗 有一些厂商或是个人 然后跑去这个说 我愿意用高价的方法 然后用屈辱的方式 伤害到国家的尊严利益 那这些人都要克法律刑责了 我觉得这个部分里面 其实影响很大 也就是阻止汉奸 防止汉奸 也就是对于所有的各种汉奸 都要惩罚了 我觉得这个是一种 强烈的跟国外对抗 而且有法可以依据 这是一个非常强大的一个 法律也是一个力量 另外我早认为 美国他到目前为止 还脱离不了那个套路 就是一直采用极限施压 他认为这样子 一定可以让中国大陆屈服 那最后那么让出利益来 我觉得这一点 美国这个算盘一定会落空 现在欧洲有越来越多的新闻人 已经开始认识到 为什么一直盲目的反中 反中的目的到底在哪里 然后反中的原因在哪里 为何要这样做 我觉得越来越多人反思 这是一个好的现象 一个兵变36个小时结束 流血并不多 掉了一架直升机 死伤的人数也很少 这样子对普丁来讲 当然是松了一口气 可是他也借这个机会 处理了解决了 瓦格纳这一支特殊的武装部队 这支部队的士兵 是能打仗的一支部队 我们看到普丁的处理的手法 第一个有一部分的人 结甲归田 另外一部分的人 兵入国防军 跟国防军签合约 成为一个 募兵进来的一个兵员 那么纳入整个俄罗斯的指挥 那么继续在乌克兰东部 进行战斗 这样的一个任务 还有一支进入白俄罗斯 大陆叫做白罗斯 的这支军队 瓦格纳的军队 非洲的瓦格纳还是存在 但是我觉得普丁 他同时宣布了两件事情 第一个他告诉 瓦格纳的所有的士兵 薪水不是普利格金 发给你的 实际上是我发的 我拿了860亿 从去年5月到今年5月 你们的薪资 我给的我才是老板 普利格金不是老板 第二个他告诉你说 普利格金的公司 他的在俄罗斯的业务 经营了我俄国给他的800亿 他说我希望你没有把这个钱 放到个人的口袋里面 其实这暗示了 如果有贪污的话 那他的财产会没收 那这样的话普利格金 可能在俄罗斯的财产 甚至在海外 跟俄罗斯的政府有关的产业 可能都会被没收 一个没有钱的普利格金 他本身的佣兵意义就不大了 那普利格金他的未来的出路该怎么办 我觉得他有几个可以做的事 将功赎罪 那也就是说这一支已经被俄国 而且被西方媒体界定 是叛变的一支军队 所以他在海外的所作所为 已经跟俄罗斯没关 俄罗斯不用负任任 如果这支部队越过边界 进入波兰 去攻打波兰 那么要去接收北约提供 要给乌克兰的这些装甲车 武器 弹药 爱国者飞弹 要准备在铁皮上 就是铁路运输 准备装载要运送过去的时候 如果这支部队潜进去里面 去攻打那该怎么办 这支部队跟俄罗斯无关 可是问题就是 当北约的相关的国家 受到攻击的时候 或者是他去攻打 立陶宛的时候那该怎么办 立陶宛的防线是很脆弱的 那他如果去攻打的时候 北约的国家要不要进来防御 那这又是一个很有趣的事情 因为这支部队已经是 这个叛军了 他可以流穿 那如果他进入了基辅那边呢 那么去攻打基辅的西部 的一些地方呢 所以我觉得 未来这支军队的动向 坦白说我们看到了 北约的秘书党非常紧张 整个眼睛一直盯着这支军队 波兰跟立陶宛相关的国家 也很紧张 都在盯着这支军队 为什么 因为大家都怕这支军队 如果在北约的国家造乱 那北约该怎么办 这个目前来讲 北约因为乌克兰东部 已经很头痛了 如果北约的内部 在爆发冲突 而这个冤有头战有主 你这个战又不能算在 白俄罗斯身上 又不能算在俄罗斯身上 那该算在你身上 北约该怎么办 好 来问亮哥 而且补充 白俄罗斯刚得到俄罗斯 送过去的核武 所以你敢打吗 因为大国 大国之间不会乱来 小国难讲 所以日本是更害怕北韩 不是 这逻辑有点像 我是觉得美国 在苏联时代 苏联它预算是够的 那因为苏联瓦解之后 俄罗斯没有那么强 它的GDP只有1.7兆 所以它这个世界的版图 它如何维持 所以它很多没有用正规军 就是它有一些灰色地带的 我坦白讲 比如说瓦格纳就是其中之一 事实上类似这样的佣兵 俄罗斯大概有30 30个左右 不过其他规模都很小 另外一个就是俄罗斯 那个天然气公司 它也有佣兵 不过它主要是在守 它在各地的设备 所以我是觉得美国 真的是低估了 普京跟普里格金的兄弟关系 这是20年以上的交情 那也包括那个卢卡申科 白俄罗斯那位 他们三个 有很多不是用 你台面上的那种关系来理解 比如说普里格金这次 好像要发动叛变 那普丁也一度说 你如果进莫斯科 我就真的把你干掉 这也是真的 可是他后来没有做 没有进去莫斯科 那普丁就对他做另做安排 这就是赖老师讲的 就是我本来正想要做一些调度 那你就去白俄罗斯吧 所以就产生了威慑 乌克兰因为距离基辅只有100公里 那同时也威慑波兰跟立陶宛的作用 我认为这个就是 他这种体制允许普丁做这样的安排 那他也有一些灰色收入 比如说苏丹的金矿 这个你如果用台湾的角度 你没有办法理解 美国也不会有这种东西 那我觉得最近的西方的媒体 真的就是一路畅衰普丁 就是说俄罗斯大概快内乱 普丁快下台了 又快政变了 所以搞得美国民众又士气大震 现在又要支持乌克兰 美国现在民调要支持乌克兰有65% 又上来了 又上来了 他大概就想说我只要再坚持一下 搞不好普丁就下台了 我还听到很扯的说 什么普丁要逃到土耳其 我知道 我跟他各种说法 当天他已经溜了之类的 我跟你讲 美国这是注定要再一次失望 就像当初刚开始打到说 什么乌克兰反击到莫斯科去了 就是又开始了 我觉得像那个布雷车 其实国防部也有必要 跟台湾民众做解释 就是说为什么韩国 波兰 德国都不买 美国这个布雷车 并不是没有向别的国家推销过 可是到了最后只有台湾在买 而且韩国也是美军基地在买 那为什么连波兰 韩国当地的 他们都不买 难道他们不危险吗 为什么我们一定要买 是我们被迫吃货 这个要回答一下吧 就是说我们的军购 有一些当然必要 我们也没有意见 可是有一些是不是 美国在逼你吃货 因为他已经做出来了 没地方去 自销 那请你刚快销一销 不因为据我们了解就是 美国有曾经向德国 波兰 韩国推销过 那都卖不出去 那结果我们台湾就全吃 我们当然知道他的用意 就是说在登陆 然后做紧急布雷 那王定宇讲的是没有错 就是说是 确定对方要登陆 然后之前大概几个小时 做紧急布雷用的 那你如果听这个功能 听起来好像有点道理 那为什么别的国家都不买 为什么不买 因为他布雷 你既然会布雷 人家也会有扫雷 那请问你布雷的效果 人家一定会用扫雷之后 才会登陆 那请问你还留下多少 事实上水面也是一样 因为毛跟盾 军事就是这样 你有毛就有盾 那你这个是盾 那人家有毛 所以人家也可以用扫雷的装置 先把你布雷车的东西 都给你清光 那也许你就因为这样 争取到一两个小时 因为这个主要的用途 是在延缓对方的登陆的 行进的速度 他主要的功能 那如果对方笨一点 你就造成一点伤害这样 可是这个东西坦白说 毛跟盾的关系 在全世界大概都已经有了 所以很多国家会觉得 你用这个有用吗 比如说人家真的要登陆 搞不好 他先用比较 用一些高炮 先把你这个地方先清除 清除那个场地上的障碍 人家才开始登陆 所以我是觉得国防 不有必要做解释 因为这个布雷车 我怎么讲 我第一时间我听到 我就觉得是美国在筛货 就是他全世界都卖不出去 所以只好找台湾来买 因为取代性的功能太多了 你不一定要用这一招 你有别招 我觉得我们台湾 很可能在未来几年内 都会有一直被筛货的状况 就真的是我们的采购的优先项目吗 因为这个布雷车这个项目 据我了解 本来就不是优先项目 是被塞进来的 所以这个是不是 我们国防预算也有限 要买东西 是不是可以更坚持一点 我们自己的立场 我觉得另外一个就是 陆委会拒绝 9省75个官员来 人家搞不好是来 考察之后要准备放陆克过来 为什么你连这个都要阻止呢 就因为是台北旅展 不是你主导是不是 这个如果是行政院的观光局办 他一定准的 就因为这个是蒋万安办的 所以他们大概就不高兴吧 我觉得就是这个 可是你如果就工人来讲 可能对方真的是来采线 先了解一下 他们可以放多少人过来 这个不是也是 台湾旅游业的需要吗 对不对 我觉得我们陆委会坦白说 很多都是用 我有沒有角色这个角度在思考 比如说陆生来台交流 如果是他办的就可以 马英九基金会办的就不行 这个旅游展 如果是他办的就可以 台北市办的就不行 就是这样 所以陆委会现在什么都说no了 来问一下赖老师 我简单说一下布雷车 布雷车的目的 它是想要辞职一些 陆地上的一个登陆作战 或者是辞职部队的 进展的一个速度 但基本上来讲 如果说在部队的运动路线上 有扫雷的一些设施 所以很有可能很快的 就可以把这个路障 就是路上的这个地面障碍 就做清楚 然后部队还是一样 可以快速的通过 但是你的布雷区 可是对于当地居民来讲 就构成生命上的威胁了 因为你一步出去以后 当地的居民在这个地方的生活 也就是我们台湾的民众 那他开车误撞到 这压到这个布雷的东西 造成自己的伤害 那这个损失 这种伤害就很严重的 因为要辞职部队作战的 这种效果并不大 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国家 评估以后发现 这款武器不是好东西 美国常常会生产很多 很烂的东西 卖不出去 最后他们自己的军队不太想用 然后怎么办呢 就往台湾这种冤大头 尤其是像民进党 逐政的台湾 这种冤大头来到货 台湾目前来讲 民进党就拼命的买一买一买 一直买 买了以后他自己幻想说 这样的话就会造成 对方很大的恐惧 那么就不可能 两岸之间发动这个战争 我觉得这个有时候也是一个笑话 我们看看近代的战争的经验来看 稍微远一点的 我们注意到的 例如说 美国去打第一次的波湾战争 1990年代的时候 那个时候 伊拉克入侵科威特 然后美国要把科威特 把伊拉克的军队赶出去 轰炸了六个月 就是不断的轰炸 六个月以后 地面部队再进去 48小时解除了 就是控制了整个区域 我们也注意到南斯拉夫 就塞尔维亚 南斯拉夫的时候 美国没有出动地面部队 就不断的用空军精准的打 不断的打 打完了以后 这个塞尔维亚也撑不住 也就投降了 那换言之也就是说 两岸之间这么近的话 那解放军如果在很短的时间内 取得制空制海权之后 他不一定会在第一时间 把地面部队就投下来了 其实把台湾的 所有的防御系统 军事基地 不断的进行精准式的一个攻击 包括用无人机 包括用导弹 包括用战略轰炸机 不断的去 甚至包括用舰载 或者是用舰载机 或者是用舰炮 或者是舰上的导弹 把台湾的这些军事上的 这些几乎都被你瘫痪以后 那之后再进行 那个登陆作战 那当然情况就不一样 所以我觉得民进党 基本上来说 他们的幻想 其实是很难站得住脚的 因为不会在我地面上 还不干净 还不安全的时候 我就把第一时间 就把地面部队投下去 很少战争是这样打的 另外我觉得旅展的问题 台湾的服务业 台湾的观光旅游业 真的很需要大陆的路客 大量的来 台湾的已经等很久了 我觉得民进党没有理由 再阻止大陆的旅客 来到台湾 振兴台湾的经济 另外一个部分 台湾的旅行社 也真的很想组织 台湾的这些游客 到大陆去旅游 去观光 而且以现在的 未来都是直接跟 Muster Car 或是跟Visa Car 直接绑定 不管是支付宝也好 或者是微信也好 那微信支付都绑定以后 台湾的旅客 到大陆会更加的方便 我觉得在这个部分里面 民进党真的要为台湾人 好好想一想 也为台湾的业者 好好想一想 最后美国对台湾的问题 从来不明说 不明说 其实明说了都不可靠 何况不明说 那就是在那边玩弄台湾人 我觉得在这个部分 我们台湾民众 增量也比较重要 我想这个就是 美国大概过去四五年来 以中国为主要打击对象 要抑制中国崛起后 那么这一连串的 美国对中国的攻击 造成中国大陆的年轻 整个社会的 爱国主义的兴起 这种都是一种指标性的 本来比如说上北大 上清华的 现在转到军事院校里面去 那当然就是 我想最主要还是爱国主义的 这种造成的 那当然就是说 本来当然就是说 以前我们台湾有句话 就来来来台大 去去去美国 其实中国大陆有很大一段 很长一段时间 因为大陆其实是蛮开放的 对 这个人民的居住 迁徙 基本上是非常开放的 所以很多北大清华学生 中国大陆很多一流学生 都到了美国去 所以在美国 很多顶尖器 或者说大学里面 有中国很多优秀的 这些年轻的 这些留学生 后来留在美国服务 可是他们在美国 经过跟美国社会 实际的接触 发觉对美国的 这个过去的那种幻想 发觉是有落差的 那么尤其美国在 对以中国为敌以后 在境内 对于这个华籍来的 这个教授 大陆去的 可能都已经获得美国籍的 即使获得美国籍 可是是中国大陆出身的 这些教授 学者 进行了迫害 那么这些case蛮多的 那另外一方面 也对于这些 这些在美国大学里面 或者研究 高等研究机构里面 从事研究的 也对他们作为 做什么 做一种隔离 很多 甚至有很多 拿到美国籍的 那么已经在美国大公司里面 那大公司 因为美国的大公司 他只要牵涉 牵涉到机密的 这种研发 他都有等级的 对 把他们等级降低 原来负责的工作 就交出来 等于不信任就对了 就不信任了 所以过去 可能大陆 大陆的年轻人会 社会人化 美国是自由民主法治 对 结果没有想到 去的时候 美国这个国家 哪有真正的自由民主法治 他只要以你为敌的时候 什么都对你不利 那没有什么平等 没有什么公平之类 所以这些我想对大陆 对重新 整个社会重新了解 美国这个社会的本质来讲的话 我想倒是美国帮助中国大陆 很大一个忙 那就变成就是说 年轻人开始发觉 还是只有靠自己的国家强盛 才能够才是个人 那么能不能够成功 能不能够一展报复的 很重要一个基础 所以我想这个 这一波的爱国主义浪潮 主要是应该说是 美国人造成的 那么另外一方面就是说 其实现在 现在这个国与国之间竞争 我最近看了一个 大陆方面的报告 他们认为 就是说 中国大陆跟美国将来竞争的 关键点在两个点 因为中国大陆已经完成了 初步的这个 所谓的资本累积 因为在19世纪20年代 中国是非常贫穷 没有资本 你很多都做不成 那现在中国的资本累积 已经到一个程度 而且中国的资本 还向外投资了 那已经过了一个阶段 下一个阶段 中美之间的竞争 最主要在两个面向 一个就是科技 那如果说你要帮助 中国大陆年轻 要帮助自己的国家的话 那就在科技上 科技报国 那是一个很直接的路 第二个是什么 第二个是创新 创新是很重要的 那其实我们过去是在看 其实中国的文化 中国人本质上 就是很有创新的 思想是很灵活的 你看过去在这个 不管是在这个 所谓的新能源领域 还有在这个所谓的这个 这个互联网的商务运用上面 中国大陆都创出很多新的商业模式 那还有很多新的这个 这些产品 那所以就变成就是说 其实中国大陆也提供了 大陆的年轻人 很多新的工作的机会 所以从现实面的话 又有机会 另外一方面 又有这个爱国主义的 这个好 加持 所以我觉得这个 你就看出来 现在很多大陆的 很多优秀年轻人 甚至省的状元 他选这个 这七个最重要的军工学校 而舍那个北大清华 这些过去 大家都是打破头 要进的学校 不过除了在国防自强之外 当然在外交的部分 战狼外交似乎还是持续 我们在行教教类教授 对外关系法上路之后 是不是延续了这战狼外交 更加的加深了 其实战狼外交是 欧美的国家 加给中国大陆的一个 一个形容词 那它基本上是因为 过去中国大陆的外交 比较含蓄 也比较客气 那现在就是针锋相对 那欧美的国家不适应 所以给他取一个绰号 叫做战狼 那我觉得 大陆驻法国的大使 用的一个形容词 也很形象 他说因为野狗太多 或是野狼太多 所以需要一个战狼 那我觉得这个比喻 也是蛮贴切的 也就是说 欧美的这些野狼太多了 所以要有战狼 来把他们打败 而我觉得这个比喻相当好 以目前来讲 对外关系法 我比较注意到的是 第六条跟第八条 第六条就规范了 整个中国大陆人 所有的中国人 包括企业 包括组织 包括机构 包括政府机关 所有的 那对于国家的对外 就是对于国家的 对外的关系 有关系 有关于国家的主权 安全 利益 尊严 那么以及 他的名誉等等 都有责任跟义务 要捍卫 那因此违反这些规则的 那本身要受到 法律的制裁 我觉得这一点 是很重要的 换言之也就是说 假设 我们举个例子 假设 在几年前的时候 像川普 对中国大陆 实施贸易战 中国大陆开始反击 那这个就是 维护国家的 安全跟利益 在反击的过程中 有一些企业界的老板 跑去白宫 去见川普 说我要带给你 更多的就业机会 等等 这种人以后 都要受到惩罚 这个就是因为 他出卖了 或是违背了 国家的尊严利益 还有 这个使国家的 这些安全上 受到威胁 或是主权 受到威胁 等等 这些都要受处罚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 用法律规范 国防的问题 我想讲一下 因为我了解 比较多一点 了解 大陆本来 他们在 著名的大学里面 就有一些国防生 对 像我去过 北京大学 跟清华大学 访问过 他们的国防生 也就是说 他们从著名的大学中 他们也吸收了 很多的学生 他去清华大学 读书的时候 他毕业以后 会到军方去服务 所以他都利用 寒暑假的时候 去接受训练 接受军事训练 但是平常就在 北大跟清大读书 他毕业以后 就成为解放军的军官 就进入军队里面来服务 所以他们事实上 解放军 从北大清大 等很多一本的大学里面 吸收了很多兼职 进入他们的军队来服务 第二个就是 他们的国防妻子 这些学校本来在 中国大陆就是很难考 而且已经 都是兼职的学校了 在过去就是一个很难进的 像哈尔滨工业大学 在过去我们叫哈军工 他在做这个自动化 做机器人这个部分 是有相当高的声望的 我只是举这样一个例子 现在的情况是 更往前走一步了 我觉得这个代表什么呢 代表他们爱国心很强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就是 中国大陆的国防科技 工业的发展 突飞猛进 跟他们的这些前辈 一直努力 所累积下来的有关 还有一个部分就是因为 他们的军品开始外销 在国际间开始要跟 欧美的国家的这些军品 要开始做PK了 所以我们看到这一次 在巴黎的航空展中 中国大陆的这一些各方面的 不管是这种歼20等等的 所有的这些新一代的战机 都已经要向国际间的市场 在角逐 而且这一些国防工业 这些国防企业都有上市 这代表什么 它的前景十分看好 所以我觉得有更多的人 进入中国大陆的国防体系里面 来服务 这代表这个行业 还有这些人的判断 是相当的准 所以不能用台湾的经验 来看待中国大陆 因为中国大陆 他们这些都是非常顶级的 这些学生投入这个系统 这个代表 大陆的国防工业在未来 在国际间是非常有潜力的 当然其实瑞典这个做法 是违反国际联合国的人权的公约的标准 就是说像美国的话 它是强调美国的宪法修正的第二条 强调绝对的言论自由 就是说保障绝对的言论自由 所以美国的三K党 可以跑到犹太人社区去游行 然后说这些犹太人都是美国的驻从 因为美国在芝加哥有个城 叫Skoke 都是犹太城 那三K党跑到那边去游行 那美国的警察还在旁边保护 免着两边冲突起来 为什么 因为美国的言论自由是绝对言论自由 它不会给你设任何的限制 这是美国式的 所以美国社会事实上问题比较多 联合国的人权公约 联合国的人权标准 任何的言论或者说 这个叫言论表达自由 你如果会引起种族宗教 或者说性别职业之间的这种冲突的话 这种言论会立即影响 这种言论是不予保障的 这是联合国的标准 所以事实上的话 照联合国标准的话 瑞典允许这个伊拉克男子 在公开烧可兰金 它就会引起宗教的冲突 就应该照联合国的规定的话 这种就是不能允许的 你不要去挑起宗教今天冲突 这是明显的挑战 挑战伊斯兰回教的 所以呢 当然瑞典我不晓得 它的国内法怎么 瑞典应该也是遵循国际法的 那不会像美国 美国这个国家有自己一套的 国际法是一边 它有自己的一套 那瑞典如果也这样的话 那它是违反国际法 因为国际法 如果它有加入到这个 所谓的公民权利 政治权益力公约的话 这是违反它所签的公约的 所以呢 不论如何的话 就从法律角度上 瑞典这个是值得争议的 它的政府不太去行动 那另外一方面就这种行为 事实上的话 从政治上 从社会上 真的是会引起 引起很大的争议的 那所以就变成就是说 我觉得这个问题 瑞典应该要对外面有交代 为什么允许这样的行为 在瑞典 瑞典产生 瑞典强调我们也是很 民主自由 可是问题 不管你民主自由怎么样 你不要妨碍到别人的 或者说侵犯到别人的 尤其是宗教 尤其是这种 这种信仰范围的事情 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 瑞典为什么会被 这个土耳其杯葛 就是瑞典把人家的分离主义者 在他国内给他合法化 也就是这个库德主的 那这样子你换到别人 因为瑞典本身也有分离主义 瑞典它有所谓的 沙米人的问题 如果人家要把它合法化 他做何感想呢 所以我觉得国际上 就是说 有些国家要克制自己的行为 不要认为 在我国家 爱什么干就怎么干 其实你是引起 外部人家很大的纠纷的 了解 休息一下 广告之后回来 再对您继续来讨论 欢迎回到新闻大白话 我们要继续请教一下 赖教授您怎么看呢 尤其是这个烧可兰 这件事件 现在引发了中东国家的跳脚 中东的穆斯林 他们对于他们的信仰 是很虔诚 而且很坚定 很认真的 我觉得真的是 不能够开信仰上的一个玩笑 那当然瑞典的国家的 法律规章是这样子 所以瑞典有的时候也会 当他接受了这个人 或是给他皮肤的时候 他就要承担皮肤带来的后果 瑞典现在碰到的一些麻烦 就是他想要加入北约 但是土耳其是反对的 可是在 因为7月份的时候 北约的高峰会议就要开了 要讨论瑞典加入的问题 前两天还传出 瑞典跟土耳其已经达成协议了 瑞典已经满足土耳其的要求 也就是说对于他南方的 库尔德族人 把他界定是恐怖主义这个部分 可能已经有点妥协了 但是匈牙利是反对 匈牙利反对瑞典加入北约 所以目前来讲 今年7月份马上就 明天就7月了 那北约的峰会能不能让瑞典加入 我看变数确实是蛮大的 但是我们 我记得布林肯有讲的一段话 因为这是这两天公布的 他说我会继续做中国大陆不开心的事情 我也会继续讲中国大陆不高兴的事 就是他会继续这样做 他认为中国大陆也会对美国这样做 那我就很想问一个问题 就是说大陆做了哪一件事让你美国人不开心 如果一讲中东地区的话 我想大陆做了一件事 确实让美国人不开心 就是他成功的让这个什叶派的伊朗 跟逊尼派的沙烏地阿拉伯 大和解 他成功了 这点让美国人很不开心 很吃味 美国人很希望他们继续斗下去 因为中东地区越乱的话 美国影响力越大 现在中国大陆已经要拆解的是 以色列跟巴勒斯坦的问题 还有整个穆斯林世界跟以色列之间的问题 也就是要推动这个大和解 特斯也派了 然后前段时间邀请了巴勒斯坦的总统 到中国大陆进行四天的国事访问 也已经开始在推这个以巴和解的进程 现在这个以色列的总理 内塔利亚胡他也表明 他想到中国大陆去访问 那如果说我们当时的估计 也就是中国大陆也会邀请 这个内塔利亚胡来北京访问 如果他也去了 而开始在谈有关于以巴和解的问题 跟以色列跟穆斯林世界之间的关系 如何能够有一个安全的保障 也就是保障到以色列的安全 但是以色列跟他们之间的那些矛盾 例如说跟巴勒斯坦的领土的问题 还有这些移民区同肯区的问题 都能得到解决的话 我想这也是一件好事情 那这个事也让美国人不开心 看来中国影响力越来越大咯 并不开心